那時候對不起我就不賣 所以我就覺得像 如果今天說沒有這種解決性 然後就賣給他 那事實上也會延伸這些問題 因為我沒辦法還要再提告啊 麻煩 有可能 對啊 那人家跟你聯絡的人 他還蠻有觀念 他要跟你取得同意後再用 他沒有直接抓來就用 對對對 因為你放在YouTube上 有的時候還蠻難證明說 這個是 這個影片是誰開設的 總共用本名放上去吧 對啊 大部署 就是放上去以後就等於要同意人家利用 是不是 不過YouTube上我個人感覺 很多都是 就是 非法的放上去 比方說 連續劇一定有放上去 對啊 MV 都有很多熱心網友會把它放上去 不曉得為什麼這麼熱心 因為我平常沒有在 我沒有放上去過 偶像劇政論節目 是是是 為什麼網友這麼熱心啊 這可能都會有有侵權的疑慮 因為那是全程 那不是那個片段而已 全程放上去 只是沒有人追究而已 所以我說YouTube上面的影片內容很多都是非法的 雖然他說這個 他有提醒 但是他多數都是 很多都是非法的 請問一下 第五題 你要看第五題 第五題 沒有背負 好 變化錄音的問題